编辑部是没有了那个时候 没有了就是在夏美丽的家 就在夏美丽的家 因为外国人他这个 是人家不碰的 那么就在他家里 这个两份杂志都在一起 那么我爸爸当然还有一些 画家的朋友 作家的朋友 自由台湾封面上的三个大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论持久站的单行本 是开着夏美丽的车 是我爸爸开的 就是王永路就去投 我妈妈也曾经帮着投过 伴随着这些勇敢的举动而来的 是日为势力或明或暗的威胁 虽然生活在租界 少许美还得去避风头 当时这个情况呢 我爸爸就有一阵子就住到夏美丽的家 那么我妈妈呢 晚上也住在那边去 然而随着时局的恶化 自由台杂志没有逃脱被关闭的命运 其中的原因有多种说法 1939年出版的第七期自由谈 有一篇编辑谈话 坦诚杂志发生了经济问题 而在向美丽的回忆录 《我与中国》中 她谈到了 有两位日本人照她谈话 请她吃饭谈 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你这个自由谈 就是经费啊 给你广告啊 拉广告啊什么这样来利用 然后就说你这个东西太对我们不利了 就不应该这样子出 因为这个好像你就为何谈了什么 这次谈话虽然是在饭桌边进行的 但在表面客气的背后 却隐含着不祥之气 另外向美丽还被日本人追问 谁为她编辑中文稿件 因为他们也知道 这位美国作家根本就不懂中文 自己肯定是做不了这些的 而向美丽谎称稿件都是寄来的 她没有固定的编辑 就这样用话语给搪塞了过去 这次谈话之后 向美丽和邵寻美都意识到 危险正在一步一步的逼近 没有办法 只好把刊物给停了 1939年6月 邵寻美和向美丽悄然登上了一艘轮船 前往香港 她们不是去避难的 而是去拜访一位女士 更确切地说 是为了向美丽的新书 《宋氏三姐妹》 不久前 一家美国的出版社 向她预知了一部分稿酬 让向美丽写一部有关中国最著名的 《宋氏三姐妹》的书 《宋氏三姐妹》的新书 《宋氏三姐妹》的新书 《宋氏三姐妹》的新书